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三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光芙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可能 英雄的竞技场玩家的许梦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关 大家好 我是R4K老白 您现在收看的是 WCA 2016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职业预选赛 SR赛季的比赛直播 WCA 电子竞技大赛 由银川市政府主办 是目前全球规模 最大的综合型电子竞技赛事 赛事覆盖全球四大赛区 囊括当下最火热的电竞游戏项目 大赛只在打到最优质的赛事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竞技的玩家朋友们 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感谢指定合作品牌OPT 指定合作游戏平台 300游戏大厅 指定合作音乐媒体 百度音乐以及游戏合作媒体 新浪电竞 有9腾讯游戏 17173多玩太平洋游戏网 凤凰游戏18183游戏网 电玩巴士52PK游戏玩超级玩家 178游戏网 我要我玩大电竞 有9看比赛 91手机网 安卓网特玩网 游戏狗口的巴士 NGA心理界笨手机 58game 苹果园 13131游戏网 锐票网 旅法师营地 1点资讯 掌中保育经济的大力支持 那 这个咱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现在的一个积分情况 对 那1号母号老干爹 这边是1比1握手联合 那今天A组出现 其实大家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我们说了好多次了 这吧 VG这边是领跑 那第一名 那BOF这边第二名 那就是决赛是由 A B组的这个12名 进行一个交叉 那就是VG打老干爹 1号母打BOF 也还是一个 就是世界大战吧 也还是一个世界大战 那5E跟AG啊 今天是决定B组的去留问题 对 是个保级战 对 谁输的话谁走 谁输的话谁走 今天我们看到AG这边的阵容 也是做出了一点的小调整 这个也终于是看到了一些 就是之前我们比较看好的 这个跟能力还比较强的 一些选手过来 对 那这个我们现在是先把这个谜底 揭晓一下 是吧 我可以看一下现在班匹克的一个画面 这边是 感觉就是像这张图嘛 确实两边都是要多为这个重视一下 5E这边的话还是之前的那个阵容啊 小六啊 神马克这些 嗯 局面 那大家看到AG这边谜底揭晓了 是吧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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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个 under undert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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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AG这边去图啊 overpass去的就是真的是AG现在这张图是把自己 把得把这个是小海 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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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啊 那这边Fabespros这边是 Cabo啊 这边5E这边去的Cabo AG这边是去了Nuke 啊这边都是把自己不擅长的全部都去了 对很重视这场比赛 对5E这边把沙漠2给去掉 对 这边也是可能是比较记忊 AG的沙漠2 因为沙漠2的话 哎呀呀这过来之后浪起来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对对 那AG这边之一拿拿了擦车 也确实是因为AG好像是比较要赢这个老干爹的时候是拿擦车 对擦车打得非常好 那个当时是黄正和101 对 两个人打起来 那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侦查呀 然后他后边呢就都很快 是吧 对那5E这边是选了Mirage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选择 因为5E这边Mirage打的确实是他们自己比较自信 我们看起来也是5E这个套路啊 包括他们自己对这个Mirage这张图的理解还是非常到位的 我觉得5E拿Mirage也是有他们自己这个想法 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在求闻 毕竟这场关系到命运了 对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啊 你现在你 我觉得5E这个队伍很可惜 因为他打那个E-Home的时候 在第二打那个火车的那张图的时候是完全有机会可以赢下的 对是一个小的失误我觉得是 对就是就是现在那时候如果真的是好好打一下的话 那你现在也不至于说跟AG打的这么这么难受难分难解是吧 那这两张图我们现在应该也是都是确定了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 第一张图是打叉车 那叉车的话 这张图我印象中AG好像是就是还是要看 还是要看这个两名老将的一个状态 对 对因为我觉得小Tim这边作为指挥的话 发挥一直都是比较稳的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A点这边其实我跟这个白哥我们结束了这么多场的话 我们也是知道这个呃 由这个黄震跟101两个两人老将坐镇坐着A点 A点还是非常稳的 整体的思路非常清晰 我是去侦查 我还是去掏后对吧 对 还是我是这时候要把敌人放进来打回报打retake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呃 5-1这边会不会针对一下 针对一下这个AG这个两个点 尤其是黄震 你昨天黄震打这个是在打ehome吧 AG是打ehome吧 昨天 呃对 嗯 对黄震在打这个ehome的时候 好像是被直接被针对了一下 因为黄震每次拉出去不是收一个就是收两个 对 但现在就是发挥还是挺好的 对 嗯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热身的这个画面 那这双方已经是队员已经近期等待这个裁判的开始 101 韩天琪 也是原老将 对 之前也是打了很长时间的这个1.6 也是从那边转过来 这边确实是在 呃 在SGO初期的话101这边确实是展现了一个对比 比赛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控制力 对 那Undertanker Undertanker是小海啊 是之前那个Q I什么KIA 那个啊 对 QKA 对 那边这个 就把乐乐换掉了 对吧 乐乐换掉了 对 把乐乐换掉了 阿牙牙 阿牙牙很萌啊 阿牙牙这个真名是郑阳阳吗 对啊 郑阳阳啊 也是很年轻的一名小选手啊 但是这边确实个人能力也是非常强 但是就是我们这 这张图我觉得就这场比赛我们需要关注的点是 因为阿牙这边有没有就是 因为之前都做过队友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阿牙牙有没有跟上训练 对 没有跟上训练 我觉得是很尴尬一个事情 最近一直是小海和那个乐乐在配合是吧 对 看能不能融合到里面 那我看一下拼刀的画面 这边 看看这个 呃 这个刀墟的话 是吧 对 这个刀墟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个 但是这边阿牙牙好像起甲了 刚才没有起 就是起甲了 其实就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拼刀的话带甲管用吧 管用啊 如果没有甲的话就是 呃 一个中刀一个青刀是可以啊 一个一个中刀就死了 是吗 对 看后边 哎呀现在也能看死 现在也是看死 我就在迷惑 哈哈哈 其实好像是出于习惯问题啊 这边 五一是不是五一啊 这个是 ag是赢的刀决 嗯 赢的刀决 没有甲的话是一个轻刀一个中刀就死了 哦 有甲的话是两个轻刀一个中刀 哦 能挡一个轻刀 对 嗯 老是打五一的话 我就自己也是迷糊了 嗯 因为咱们是有甲的 对对对 这边是直接是选择了CT开 那这局我们看得出来 ag确实是很重 毕竟是这个暴击之战嘛 主要是看一下阵型上 这阿牙是到底是去跟这边的小海是配合呢 还是自己单点 对 还是由小Tim跟小海配合 对 看阿牙手中路 还是小Tim手中路 我估计这个防守体系 其实一旦建立的话 我估计还是说 应该是让阿牙跟小海配合的多一点 他整体的打法可能也是有所变化 对 我们看一下佩戴的这个情况 哎呦 果然是ag式的开场 小Tim101 小海 这三个B点 前面有一个101再演一下 哎呀单中 对 黄震 这边是一个后点的防守 对 A点放进 一颗烟 五一直接往里进 哎呀 混一下 我直接混头 往后退 躲住 死点这边还有 再来一个 这边趁乱下包 好的 五一这边第一步 已经是做成这边 查查这边不要着急啊 你其实没有必要飞车这么着跟他对 哎 这边爆点出现了失误哎呀呀 这边 刚过来就拿了一个三杀啊 这哎呀呀这个状态现在是有点好啊 这边三个人B点回房 直接往爆点顶小Tim 后点 A听打掉 直接过来 好的拆爆 哎呀 他直接是进点拼到插车之后转身一个瞬间是秒掉的 四点这边对 其实就是匪徒下包了以后最危险的位置比如十点插车 对 他他轻了两个点 对 他把整个插车和四点两个点都轻掉了 对 对 这个太关键了 小六 Custermark Dreamer 这些都是手枪很刚猛的一些选手啊 对 小六起就起了一个低稿 对 哈哈哈 很恐怖啊 对 小六这个低稿是吧 小六 小九 还有这个 KY 这这几个人真的是有点吓人了这些枪的 年轻就是好 手枪就是猛 对 哎 小Tim这边起了一把这个什么叫 野牛 野牛啊 起了把野牛 小野牛 小Tim这边也是防一下Rush 对 应该是 不过也就是这个枪啊 这个小PP这个枪 其实 他这个打过来就是伤害的话 面对前甲 拳甲的话伤害还是比较低的 对 比较无力 但是子弹还是躲啊 六十几发 对 你如果TAC在拼到近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有能力去获得这个技术的 对 对 要跳一下抓住 A点这边还是他跟黄震啊 两个好朋友 中路是阿鸦鸦 果然中路是放阿鸦鸦 小Tim跟这个 小海的一个B点的一个防守啊 还是非常相信阿鸦鸦的一个个人实力 B点现在是放了三个 可能是侦察到了 对 听到了 A点灵油 且战且退啊 这边把飞游车驾驶 好的 直接我们看B点 B点这边小Tim 小Tim这把枪 刚说的那个问题来了 对吧 这个面对拳甲 这个确实是伤害有点捉及 这边撑乱直接下包 快撑马克直接想都不想 哎呦没有子弹了 小海你这个要这边回来补防的非常快 那这波下到包下一局 经济上啊 可以可以起 经济上是非常好 可以起 那这局算是钢枪了 对 因为刚才第一局是下到包了 对 连续两局下包 这局的话其实 水头应该是没有甲 没起甲 没起 对没起甲 存了个大概600块 600块1000块左右 对 这局经济太好了 全弹全火 对这个经济甚至是要比一直赢的AG是要好一些 对 咦小海拿把GG防守B点 这边并没有给小Tim 小Tim这边是一个复臂 看小海这边抢不抢能到第一点时间 好的这位置占到 还有没有 就晃一下啊 这边应该是不是看到这颗烟扔过来了 还怕是闪可能是 我一直觉得小海这个狙击啊 就是反应包括枪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选择第二点的这个架点是有一点小问题的 对一颗烟的话完全可以把它限制住 对 对这边管道来了以后可以通过一些道具来切这个点 好的反应很快直接B点剑包 101过来 马上AA和101都马上就回防了 第二点小Tim在这边就是帮抓闪看就 哎呦那这边还好啊 如果第一时间就是武艺这边选择一个作为混烟 B点进的话 小海这个位置其实就看不当了 小Tim 两个烟全部封住了 最后一个人位置确定 好这边我还想往后退一下 结果包掉 不让你拿包走对吧 对 不给你再浪费时间了 你要想转是不可以了 对 AG那边你看现在其实AG那边 不是现在EP吧 小蕾 小蕾一下去EP那个带的成绩也是非常好 对 EP这个队也是团队很强 对 所以说都是之前AG的这波老阵容里面出来的一些人 这当然FORGET之前也是在这个天路也呆过 对 FORGET一直都很稳定 对 FORGET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选手 嗯 郑洋洋 这边无疑也是 经济啊 也是稍微平一下 然后下一局应该再起大枪 那这局应该是两把 十二英 ROA跟小六 三把还有Question Mark 嗯 这边AAR是非常有自信啊 站这种点是吧 他是真 他是真真有自信啊 对 都是第一点 站在马路中间 来吧 交警呗 中路沿住 嗯 准备垫一下 哎呀呀 这个压前点 开完口 拉过来一枪 这个压枪 往后退 控制弹道能力 再过来看栏门栏门开 队友这边应该是给信息了 再撑两枪 没有一个 穿 再一颗头 我有问题 马上回来 很灵活 很灵活 还有12发子弹 对 缓一下 再稳一下节奏 这边武艺前期卡点是并没有站到什么 很便宜啊 再放 哎呦 穿残 哎呀呀 11点血 再蹭一下 小六这边是被飘到头了吗 24点血 回头掏手枪打掉 小婷在这边闭点 这边必须是两个人想一波了 是吧 小海二楼 看能不能正常到 看到 第一枪拉过来 一颗火 先反住 再一颗白 小婷这一套非常的稳 不紧不慢 拉过来第一枪 第二枪 连牙两个点 两个头 两个爆头 4比0 这个压枪都是 这个小天父 爱压这个压枪是吧 很玄幻 很玄幻 我们从GoTV这个视角看 它整个压枪这个弹道很密集 其实 对 因为我觉得啊 这压枪现在就是 我觉得压的挺好的几名 直接选手啊 应该是小九这边 刚才控的非常好 小九压的非常好 另一个就是谁 KFCG压的也非常好 然后还有剩下的就是 你看这小六啊 包括这个 就是他们能连压两个点 第二枪 之前Richard 上一场Richard那个压枪 也是很玄幻 Under Tank 这颗烟一直让这个局很难受 对 他也是有练过最晚 这种时候我怎么办 嗯 我退到什么点 对 哪个人 黄震 这个时候黄震的发挥时刻到了 这个其实在枪法上 现在我觉得黄震直接 现在黄震甭管遇见谁 都是还有谁 对 都是还有谁 都是还有谁 我觉得5一把节奏又是空起来 黄震这个育苗能力 包括他这个剑人 如果没瞄到你 我在甩上你头的这个能力 是非常非常 对 我觉得就是咱们狙击的甩 你看他就开始刷屏了 黄震 再来 再反 再反 好的 快山马可直接追出来 哎呀呀中路这个掏得非常快 包点这边101反一颗闪之后 接着闪出来 白道非常漂亮这个combo A们这边小海追过来见到包 发现 哎呀呀准备好到屁股5比0 果然换来人以后 这个AG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啊 要我现在就喊暂停 对 能打能扛是吧 要我现在就喊暂停 当然这个第一个暂停 因为每一局只有一个暂停 所以说暂停还是要留到8分 因为8分是一个分水顶嘛 因为意味着这个赛程过半 对 其实现在武艺这边呢 是想用一个常规打 我摸点想去赢这个AG线我觉得很难 对 AG个点其实没有什么弱点 对 能力 个人能力都很强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通过枪械来 我可以抱一波B啊 我就打这个G 第一时间就不时 不要等第二时间 OI 这局其实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武艺这两局 还算是都没有这个拼枪的机会 是吧 对 就是见面的话 基本上没他给他反应 就直接被打掉了 对 都是非常危点 像黄泽刚才压到那个点 是吧 对 没想到这边 完全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对 A厅黄泽自己又压进来了 看了一下没人 黄泽非常稳 整个阵型的匪徒阵型是向A靠拢 集合 A厅 两个人互换一波 黄泽想拉出来 OI这边直接驾住 A厅成绩一波 现在只有101在宝点 好的 插车两个岩封住 101这边打一下玉苗 还有15发子弹 这个头抓掉 我这边反的非常快 Ii这边回来看到头皮 我基本没有给反应直电 包点只有一个 还有海过来 直接怼头 好的 这边探明Dreamer的位置 8点血 8点血 小海 小海 在包点跳舞了 小海前几天好像是没起A打皮 是吧 其实也有在起 但是说句话就是咱没记住 是吧 怎么有这种发挥 小海之前还是有 白哥 前几天是没有 刚开赛的那几天 咱们S2刚开赛的 他跟乐乐在手也是这样吐 那个时候B点GG发挥的还是比较好 但是后来一直沉寂着 因为也一直没有打到开始张扑 因为B点一共才也就打三场比赛 这个区是很惊艳的 我们眼前一亮 今天有两个局了 是吧 对 跳过来 哎呀呀中门 这自己守得太舒服了 哎呀呀中路就有点38的那个感觉 就是说虽然38是近点 但是他也是远近 他自己在结合 然后回避很快 然后打得很灵活 整个中路压力很大 混一波 哎呀中路这是 这有点太放肆了 对我觉得也是该轻他了是不是 对该轻了 该轻他了 他太放肆了 在这种点上 但是确实有自信 还没白到 这个动作躲闪躲得真漂亮 很快 想往下走 这波也补掉了 对想往下走 看腿 看腿小海这边 哇 这枪这个顺劲 再回来 这边小冰一直在帮着争取时间 看小海这边慢慢摸出来 这边近点马上过来 哇 一个瞬间的爆头啊 还是这个反应有点快的 7比0 7比0 这个时候暂停在哪里 这真是年轻啊 真该暂停了是不是 你这已经收不住了 这这阿牙和小海打得有点肆无忌惮了 对不对 我之前我也说 我跟101聊天的时候 我说阿牙在你们队打得有点浪 他说哎 没办法 他确实他有这个能力嘛 大家也都是说比较看重他这个点 其实阿牙牙本身 他这个人就是 在正常聊天的时候 还是很低调的一个小朋友 一记起来的就是信心爆满 对 这确实是就拿上枪打起游戏来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个气场马上就变了 这边是又一波钢枪 五甲提供 是 我觉得其实101跟黄震这个A点守的 基本上这国内很难有人能打 对 他们主要是其实看似常规的一些战备 他们首先有个人一换一能力 第二呢 除了一换一能力以外呢 就是说我两个人的互相的补位 和保护做得非常好 对 所有国内这些是要丢闪 其实要全白一个状态 Re-Take 黄震 一个这边剑包 一颗火 黄震这一套 托一下 非常好 再来一个 我直接强行拉过来 第一枪丢的时候 第二枪直接拉到头 黄震这个枪控制 对 控制得非常好 阿牙牙 阿牙我觉得已经忍不了了 是吧 忍不了了 忍不了 直接一颗头 8比0 阿牙心里想的肯定是我 只要见到你 是吧 就是 这时候我们该宣布 是吧 AZ回来了 是吧 对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只AZ 其实咱们最早分析 这个组的时候 都认为这AZ是最有希望的 是吧 最有希望 进到这个决赛圈的 对 把包扔一下 这边 看这边怎么应变吧 我觉得武艺 还是需要一个快速应变 就是那天武艺是跟老跟铁打 然后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老跟铁那边的应变更快一点 对 卡尔老师在这边可能在后边指挥 对 是吧 黄震跟101两个人想配合一波压一下篮门 这边是直接是 欧艾一直是在断在这 武艺那天我们还看欧艾断这个点 上次是站在上边 是吧 对 就是武艺现在就是把他们非常擅长的这种慢节奏 然后去摸点去这个低容错率的这一套打法给拿出来了 哎呀呀 抽一枪 直接跑 这边换 黄震过来帮补 两个人换一下点 Future 小六这边来到B点了 这局还有机会 这是一个夹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果断去夹币 对 Future这边还要 小六已经是提前摸到广道房了 对 就等队友 好 一波已经是慢慢在B点集合 中路现在站不住 现在AG并不知道哪边有人 小婷在帮反闪反烟 还在扔东西 二楼小海一直在收 切道具 对 Future这个 好的 Future这边连续杀了两个 小六 这边卡住CT家 黄震跟着阿鸦鸦过来回房 Future这边看二楼 对 这边小男孩 黄震在等时间 等郑阳阳过来 那这颗火烧的有点绝望 对 直接烧死了 直接火烧死了 那边黄震想法下搜 这个搜点没有问题 直接看着正面没有的话 直接搜左边近点 我那天是打哪个端 我记得小六就一直在摸这个管道房是吧 对 今天又摸起来了 其实按理说这个队伍 这B组这些队伍真的都不好说 5E NU4其实是跟5E差不多 但是NU4这边是A组 然后NU4是 那A组的这边是EDG 1DG是确认已经是遭到了这个淘汰 那B组这边是就这场吧 这场谁输了谁淘汰 1比1还要看算小分 对 Undertaker 这边郑阳阳是拿了狙击啊 阿压压是拿了狙击 等一下 黄震这边卡线点 101在后面帮侦查 一颗白 对黄震说着就是要进来 第一个打掉 黄震这个转身 再来你看 黄震的真是准呐 真是准 我是收放自如我这个枪 我该坡该点的时候 我真的是控制啊 他把这个节奏控制的实在是太好了 对 就很多时候我们这场坡 我们就收不住了 他里面他竟然真的能收住啊 对 太冷静了 就感觉M4A1在他手上 本身后座力就小 在他手上基本就没有后座力 对 阿压压 中共这边再看 一颗雷炸出去 阿压压压侦查的还是一直都挺好 对 黄震再过来 你看他走了 马上轮转过来一位 对 马上黄震过来补防 然后阿压这边补到B点 再有近点 Future Future这边是 哎 掏过来之后直接往A点走 这A点就危险了 没有再保护他 对 L1现在没有队友在保护 是要顶还是要拖 先看白车 这边打掉 秒掉 阿压压压 那这边位置的话 因为是被摇雷发现了 对 摇雷不掉 摇雷还是稳呢 对 OI这边带包 先往4点搜 再搜 再搜左边进点 打完之后 好这边101回来 对 11回来打掉 不掉了 对 9比1 这个经济有点不平均啊 可以高 可以高 5800 4800 6300 这边丢两把枪出来 可以发一个 可以发 让自己用一个那个那个咖喱 对 一人丢把枪出来 OI这边是 这边是敌起了 对 这边还有个2,600 可以让他帮忙发一把吗 对 看看 201 201这边过来 一波很严 哦呦 OI这个时候卡了这么多局 他这个杀音不应该在这了 我觉得这是你既然还是卡了这么多局 你还是在后点卡着啊 还是打一个低容错 对 这边也是就是 今年一直怕被轻了 你看 对 你看是不是想让这个OI过来就是AB得骚扰一下 但是我就觉得 A得骚扰一下 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整个A区已经完全知道匪徒是怎么样一个常规站位了 你看每局我把包装在中厅 然后两个在卡币一个在B连接 然后整个A区是两个A厅一个栏门 嗯 每局都一样 对 我觉得A是一个有经验对我应该已经判断出来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看两边对临场的这个应对 那比如说我也是这么站 但是你警察A区你是在哪个点对吧 你有没有跟我对枪的 嗯 一旦有对枪的我是怎么办 我说还是我 你要通过闪光弹来侦查我 对 是吧 偶尔这边是穿掉的黄战 穿掉的 对 一通口直接穿掉 好的这边A点一波迫是成功进来 点卡币这边哎呀 并不着急 这个时候队员没有回来 送进去 无疑是送死的 等一下 哎呀这个点卡的很细 在老包里面走 再追一个往这边一颗烟灭火 强行的下包 那这边只剩小海一个人 好这边快去马克收掉 就边 看就武艺也是很想赢 看得出来谁都不想离开WCA S2的这个舞台 因为咱说句不好听的 按照就是我们这个 其实WCA的这个CSGO规则很有意思啊 可以这个深入的研究一下 因为第一名直接进 集到银川的线下总决赛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也是要离开这个舞台 但是他这是晋级 那最后这个小组的倒数两名 是要就是都要淘汰 嗯 那其实这么看的话 每一个队伍都有机会拿到分赛季的冠军的奖金 对 就看你们呢 谁能在这个这个环境里面呆的时间更久 哎呀呀 哎呀这个位置 还有人在卡他 对 但是他心态也是很好 不急 我不急 哎并不着急这边 哎听这个脚步应该是可以听到 转下来第一枪打掉 这个后点有人在驳 对这个白车这个位置可能是这一套动作有点快 也是没着急报道 嗯 小海 这局 这个时候小海就很关键了是吧 对 因为中路现在是 哎呀呀是已经被顶掉了 对 111 有经验马上过来帮忙 我都一个吸引 是哦这是101补的一颗闪对 补的非常好 对一般就是管道出来的时候 像我自己的盾也会要 不然让这个年轻的人都都要这颗闪 嗯 你管道只要想看 地区中路小道的地方 要给你丢一颗闪 对 你不要自己出去 有可能就被打掉了 我ag这个压制性打的很强 对 仅仅是换了一个人 对 掉了一个换我了 对 这个太太棒了 本来是我先掉一个 就哎呀我是跟你一换一对吧 对 但是马上这种状况就是说中路101和这个小海两个人的配合 像2打2打3 2打4是吧 对 其实我觉得啊作为CT的话一换一是不太值的 对不对 不值不值 我起码要换到你一个半 最次一个半 那两个算是这样合格 对 但他后期的这个判断太准确了 整个两个人是把匪徒的这个动向 读对了 现在感觉还是有默契 对 两个人再互相穿一波 101这边穿点也穿的非常稳 黄震看会不会他开一下门 然后哎 对我感情 哇 黄震这个枪抓的太准了 他他真的他黄震这个年纪还能保持一个这么超高的瞄准能力啊 嗯 而且就是说确实是 完全是不虚啊 这个状态保持的太好了 对 对 就CFGO的竞技年龄应该比以前1.6的时候要长一些 对 那个其实1.6的时期还是枪最刚上就练 嗯 这个是需要一些团队的一些timing 这个战术性是更强的一点 这个小六和阿亚两个人有意思啊 对 阿亚这边没有意识到 小六这边拿球要打 看这个预瞄的话 阿亚没有瞄的这个 他没有预判断到 说小六其实会在这个木箱的后面两个人就隔着一个箱子 对 Question mark Dreamer 一个火烧一下死前 这边是直到101的 这边一换一 哎呦 Dreamer差点把队友给布塞 黄震这边A厅过来 小海 小海拖一拖等队友 对 黄震这边是放了 A厅放了一下嘛 就是Dreamer把快四身把给我骗到 然后直接走中路 对 两三个人同时把爆点清掉 然后再来再管你 这个小细节 对 哦 这个不该漏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这么分析的话 哎呦 小海 Future再拉过来一张头 Future这个车王真的是 对啊 我刚说完 我说黄震这个心机有点深啊 你这边A厅放一下脚步 把你骗过来之后 把你骗到A厅 然后小海在这个A门口架住你 对吧 你出来我就打你嗯 先骗你走位 然后我这边再回一个A小 再过来包抄A点 战术上AG是打成了 但是对 关键这个时刻Future这几枪 Future站出来了是吧 对 不刚枪就不是AG啊 不这个不刚枪就不是AG 双方都是一个没钱的 没有存款的状况 对 这就是这局是直接跟下一局息息相关了 现在 Dreamer 哎 小男孩感觉有点忍不住 对 有点忍不住 但是整个A去打是非常挑 对 非常大向前 小海跟小六这边两个人啊 应该也是互相交换了一波 这个血量 但是小海这边法马斯好像还占优了啊 哎呀呀跳过来哎呀呀这个位置 应该听到了应该听到了 对 他要自己往上跳吗 难道是吧 还是过来放了一下夹脚步 应该是本来是想要队友架的 我觉得 嗯 没沟通到啊 那边黄震应该是要跳过来 就是黄震去 我觉得要闪啊有危险 两个人只要进点青 好的黄震一换一 第二个第二个 超手枪没有来得及 黄震的这个反马斯明显跟他的这个M4压强是有点区别的是吧 对还是哎呦这个包吊在这 1点1这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多余啊 这个时候太致命了 A点直接进 OI 擦车烟封住两颗烟 好的 这边瞄着头直接出来10比4 那这样警察应该是一个抢起局 最后一局了 上不上 对 对 起一些低构啊 手枪这些 小海这边1900 小海这个性格觉得是大甲加低构了 我这也是 哈哈哈哈 但买个闪是吧 钱都花掉 对钱都花掉 嗯 买个闪 小婷这边是拿了啊 A点这边还是一个重防 哎呦感觉 五一这边要针对一下黄震跟101的A点了 对 其实每局都是在打A 但是打下的次数也不多 101直接跳进来剑包 换一下枪之后往哪个点倾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颗闪应该救命了 这套动作 这套动作101打得很冷静啊 这并没有什么着急 过来捡到枪之后还是瞬间抓了一颗闪后点这边 好的 小海 往A点走代包站中路人包打不到 哎呀呀跳进来 所以这提前枪打出来 但是吸不到枪 小海这边就一点血拿一把AK 追们血量也很少 没有看到影的一颗火过来一颗雷 哎呀呀小海在这边左右两边架好这边留一个OI过来打走一下后路 对哎呀这边在看 这个时候该有意识了小海这边也是往这边看好打一个 追们追们的位置被发现那小海刚才打掉OI的位置应该也是被这个追们知道 但是血量很少一点血 10比5对 10比5的一个比分那这边还好还好我觉得武艺没叫断前情况下已经算是稳住了对 8比0比8的一个开局然后打回来了5分 这个小海是拿了16个对101拿了15个 哎呀呀15个黄阵10个小听7个 嗯那追们追们小六可是这马克这三个火箱丑现在是这局的发挥有点被压制 对但是我是觉得当警了以后的这个武艺还是很可怕的啊 尤其是像小六了追们这两个枪手我觉得就是他那个P2000啊 USP啊还是很假的从手上去开始就是很有压力了我觉得 对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边起枪配弹的一个情况对啊这边是ag现在是做ag啊ag做t 看起枪这边是一颗烟一颗闪不出意外的话还是要果断打一个a点啊这边迅速已经是三个人架过来并 a点是放远点收放远点手啊这边黄阵过来这应该有可能是一个三人转a 两个人去偷偷必须偷包的一个节奏也是有可能的这俩人这俩人这个双架啊真的这俩人这双架有点没想明白气死了哎脚不听到有警察气死了下面黄阵在打b点这边两个人压了看看会不会一波直接转到b点这个101哇呀直接被快c 这马可给断掉的a点站下但是包掉了小海小厅可是马可中路过来这边拿一把usp 这边反架一下反架了反架过来直接打然后人小海再鼓一个有这个高可 还来这边屁股应该是有人抄到三个人直接裹在手包我刚才看这个a点是虽然是占领了但是黄阵跟101两个人在中路玩拖了 对 玩拖了 诶 看到头 再抓一个 oai oai这局是功臣 对 两个人卡对角 等你来哪 33秒小海这个时候知道应该他应该可以判断到左右两边都有人 他这个时候就考验他的时刻到了就是他要想打的话就是第一个抱头第二个180度拉枪啊想跳过来想法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这个动作一看就是有思想是吧 对处理的非常好其实这个三局 他一旦跳着把这边刹拉马上有一个掩体保护自己然后反胜再去给你打是吧 对 嗯 嗯 10比6啊这边斐竹是还是抢起 抢起这边是三把车王一把p90还有一个mp7 嗯不刚枪就不是ag啊 其实我这个时候特别想问我们的ob老师让他给我剧透一下嗯 因为每一局都特别着急 嗯 里面一颗白进来 没有 哦 这个这个枪法上我还是一 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时候让我也趁这个机会啊问一下 白哥你觉得这个时候就枪线带不走的时候 当已经被带走又控不好枪的时候 而自己又没有位置的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选择怎么去喊 还是肯定是必须要稳一下的是吧 对对对把节奏调整好 其实就是说主要是压枪是看那个第几发子弹的对吧 这一般是五发子弹以后我们才压枪 对但是像这个车王是其实弹道一般是不飞的 但一旦飞了基本你就很难收回了不相对配对对对对对吧 你再想使劲的向下压 然后把这个弹道控制住就很难了 然后还得你在这样就是主要是刚才我马上看到他配合一个左右平移 对你还要躲对面的子弹对吧人家在push你 其实很简单你刚才那个位置他就蹲下就好了 就蹲下就行了就蹲下就行了就蹲下就行了 就你就实在不行你就把它放过来 你多活一秒都帮队友就能做出贡献 其实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别着急的扫射这种时候稳一点 就稳一点我一枪一枪点我还是机会更多 对小厅 这边是把对面的车王都抢过来了是吧 对这边同样的五一好像也是跟你搞一拨枪啊这是 对小六谁不服谁啊小六 跟101这边101一看小六是吧拿把声音过来我也不给你对 我跟你换了我太不值了 对我这枪一切一发还打不掉你是吧 你这地狗万一碰着我了怎么办 小厅这边应该是要就带头冲锋了啊 这一局我们看啊呀呀换就是再加入进来的时候 小厅给团队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个贡献的 对 其实小厅也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小男孩啊 其实可以以后他们可以把ID统一一下嘛 黄震是单纯的小男孩啊小厅是腼腆的小男孩 然后101是闷骚的小男孩 闷骚的小男孩开起来 好这个我这个我先不说啊 我先看一下这边的钢枪的结果 这不出意外的话还是A级能拿下 对A级能拿下然后 这边警察是只有枪没有钳子 对对 先看Dreamer Dreamer Dreamer 有没有区域提高 我先一枪头再一枪头 再来一个 小厅直接这个Glock顶出来啊 其实如果还有子弹我觉得 我觉得第二枪头Dreamer有点吓人 有点就是这个瞄准能力有点虚 我觉得左边那个有点躺枪 其实右边一直是在拉枪嘛 对 始终是在 对左边显死的 兄弟为什么是我 是啊 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就是 这才是FPS游戏神奇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FPS有的时候就是 一个胖子心里就是胖子的苦 就是永远是头大的暴头 对 这边OI Dreamer 这边这边是起了一个啊 就是包点等 嗯 你在等A7把截都慢下来 A7这一波是应该卡一个点 然后架一个山什么的 还是一波一听摸呢 我们看一下啊 是架红箱了 架红箱再架一个山 再架一个山 再架一个山 对吧 对 这边一开始哎啊 这小子你说这准啊 Dreamer啊 我印象中有个镜头啊 Dreamer在这刷屏了 在这刷过屏 在这刷了俩 当时的时候 也是一把票50 看看啊 这个火成功躲掉 然后顶前点踩着火出来 哇一换一 这打掉了一个 这好弦啊 是吧 这个确实很准 哎跳出来 我想还9点血啊 这个也是 这一颗火烧一下白车 有点运气的车 然后OI马上已经回航到位了 审查到了 并且有OI自己啊 这边啊呀呀跳过来 直接把你架死 13比6 我觉得啊呀呀呀收这个frag的能力 就跟咱们上一场看那个KFCG是一样的 嗯 就两个人收人头的这种嗅觉很灵敏 对 就是说一旦你们抓上 我就自己能找到这个time 把关键的人就能打掉了 还是要依靠一个队友的这个暴点 对对对 就是一下信息 因为这边有黄震和161两个人 还有小婷 在这就是给他的信息应该是非常足的 对 A婷这边沿住 对 这边应该能听到一个铁门快墙 这个时候两边是同时静音了 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那这边大家是不是可以听到 这边应该是听到了我觉得是吧 对这边传一下传一下门 告诉你别放 告诉你别放 兄弟我告诉你门友哦 对蓝门友 守不守就是你的事情了 我先告诉你是吧 对 黄震这边再回回头 小婷 A婷又是摸到近点 AG这边就是不断后 他是不是研究过五一啊 你觉得五一在常规局的话 是不会前压的 对 小婷带过来 A点这边 这边是有没有人听这个追梦 这个很关键 右边高点 但我觉得是刚才是听到了是吧 对 吓得很死 木箱上面有 再一颗烟 一颗火炎柱 火柱 右边近点打完 漂亮 接着我 两个抱头 这个拉枪啊 非常快 这边再扯回来 再一颗火 这边平时的一个双杂 虎掉三杂 黄震18点悬 阿呀呀这边直接 帮助一下队友 你可以进包点了 阿呀呀再插车 两个点青蓝 翻新一下后路 哎呀坦克白 插车 拿摔打 20点血 第二强这个弹道控制的好 真的是非常好 这第一箱弹道其实已经是飞了 感觉反应也快 对 就看到的时候马上收枪 马上开枪 然后整个键盘的操控 然后停顿 我觉得都是很好 对我想一下下张图是哪张图在这 下张图是 这边是 瞄着 瞄着 嗯 小六 这局小六有点 就是三个还行手有点被压制了 对 有打的更奔放一点了 我觉得 因为这边已经14分了 对 不给你那么多机会了 烧了一下 他没有烧力了 烧了一下近点 能不能蔓延不过来 烧不过来 被墙挡住了 嗯 再一颗雷 我用这腰这边阳光做的很足啊 这一套东西扔的 其实近点基本上可以 就是不让你占领了 两三个人都在看 大家看一下地图啊 对 哎呀到哪了 对 景中一致有了 现在已经是 对哎呀这位只是说我们可以 对 我们可以夹这个壁了 对 这边就是 我感觉这边就是说 让哎呀就在这断着吧 对 哎呀没有总中路 哎呀这个信息收集的非常好啊 就告诉你 没有总中路你放心吧 全在这看 对 你要那边就顶出来 最后一个准备位置确定 小男孩 转过来 黄振这个瞄点感觉 全是投 他这个准星就完全是吸在枪上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我感觉他一见人的时候 这个准星自然让人就在投的这个位置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以后做创意工坊 做一个地图是哪种地图呢 就是专门的瞄准训练 就是在地图上就是用准星去贴着一些 做一些很规则的一些运动 然后一离开是吧 那个地图 然后就扣分 然后可以做一个世界机动 也可以再多一种这个CS GO的游戏模式吧 如果是那样做的话 我觉得是难度有点高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挪到一定时间的话 你因为你鼠标不离开鼠标的话 嗯 鼠标就没了是吧 对 所以说其实平时大家可能都没有那么注意 去怎么样来这个控制你自己的鼠标 嗯 其实在国外来讲呢 就是打职业的每一个队员 其实有完全的研究过这个鼠标怎么来控制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 嗯 包括握法 对握法 然后你怎么样是你是 现在比较适合单点的还是泼水的都不一样 对 然后你怎么样挪动的比较快 你是向里还是向外转身 然后其实我们感觉这个黄震的这个握法 我们就其实现在有点好奇了是吧 嗯 这个瞄准一直是的 感觉他动作不是那么快 对 是吧 但是非常的稳健 那这边是一个中路重防啊 无意的 但是A系可能没有发现 还是在想打中路 有点对枪上头了 我觉得是啊 对对一波这边是毕竟是拿到晒点了嘛 15分 但是这边A区已经下包了 丢一个火拖一下 别去对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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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下 看小婷 啊 啊 还是想简化一下局面 对 哦小婷这个闪神闪得非常好啊 第一个直接是错过来 然后直接是转身打第二个 对打了两个摊血 15比7 Dreamer Quest mark 6 4 这局经济还可以 对 我觉得两个人每一个小婷也要争夺啊 因为一旦是打成1比1的话 小婷也很重要是吧 对 小六 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小六该站出来了 那地区应该得到更多的信息 婚言直接往前顶 哦这个反应很快啊 眼里面 101躲在眼里面 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小六的这个动向他也不知道 哎 跳了这一下应该是可以听到的吧 跳回来 这101应该是能听到小六的这个声音 混一波 没有听到声音 小六往后退 再打一颗白 打一颗闪 两个人开始混 真的是夺命30发是吧 对 这两个人都在试探 因为这个分数 这个已经是拿到赛点了 五一这边也是非常的紧线 但是这边是转到了H H现在只有一个人在防守 哎呀 蓝门开了 对这个时候中路要给压力 中路给压力 这个时候是中路都是在静音走 没有给你侦察的机会 这个黄正是被 黄正是什么情况 在哪看见的 他是 刘凤了吧 对应该给自己这个烟是有技巧的 应该是刘凤的 水门 还在包点这边可以把AA打掉 直接换掉 小海过来补枪 黄正中路一波出 但是不着急 这个残局交给黄正先打 听到一个 把中路断掉 马上过来帮这个包点队友 一颗闪光弹 白布白兄弟 好的 黄正是真的瞄准 真的瞄准 A目就是强 就是A目强 那我们恭喜一下 AG战队16比7 战胜了5亿 那我们这个小分 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下记录 对16比7 因为一会儿这个还是要考虑到 16比7的话 一会儿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这个下一场这边 Five拿多少分 然后Five这边如果拿到8分 那保机成功 那Five这边拿到7分 还要再算小分 那拿到6分的话 那AG保机成功 那么消失休息马上再来下一场比赛 那这边是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AG拿到8分 对 Five一定要赢 Five一定要赢 对 对1比1以后 对对对对 是这么个问题 对 那刚刚 如果Five输 对Five输的话 那就不用算了 对那AG已经是拿了一张图了 对对吧 对 但是AG这次换阵的话 我觉得还真是有帮助的 对那我们看一下精短分放 稍时休息 MING PA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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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